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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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厲害 楊立青,你犯規,取消資格 警官,我什麼時候有犯規? 你已經死了兩次 你還在裝沒死? 警官,不要冤枉就冤枉 我又沒中槍又沒中彈 你正在躲起來換衣服 你那個真的不知道嗎? 還有,你趁大家不為意 你去做什麼? 你繞過界線,在樹後偷襲 楊立青,你已經不是第一次出術 你到底知道什麼叫紀律? 紀律這麼深的事我就不明白 我只知道輸了 就要把整間警校的屍體 你配這些廢物給我 我是不是要自己想辦法? 你說什麼? 你夾了警隊多久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團隊精神? 警隊需要的人添腳 不是你這麼個人主義 難道我看到被人累,快輸 我也不懂得轉駁? 不是讓你看到我早就過關了 楊立青,你現在什麼態度? 一點悔意都沒有 上次你遲到了兩個小時回警校 我已經是最後一次嚴重警告過你 隔了沒有兩天,你又跟我犯事? 還有,你這是什麼? 約了幾天不久,你跟我走去紋身 你現在當警察沒到嗎? 你們聽著,我現在宣佈 行,不用說,想隔離我吧 不用,我自己隔離 你… 這個學員是什麼背景? 團門仔,中學五科肥佬 後來讀藝俊進,進來了 我想他還是貪警察人工好,夠穩固 看什麼?看,還沒見有人被隔離嗎? 這一腳是教聰明你 沒料就不要讓人喘喘肛 阿翁,你見過大蛇柯臉 說古話,你還沒救班,小子 龔Sir,這一批就是新職員的學員資料 九個?那你接受訓練,不是十個人嗎? Lavin說維持住一個位置,留給一個人 職員弄得像訂桌吃飯一樣留位嗎? 這個Lavin做事一向都不依張法 除了不依張法之外 我明白,整體來說 你覺得Lavin做事怎麼樣? 我知道他以前是一個很健康的U.C. 但是他調進來CIV之後 我只覺得他做事很飄忽 前幾天我跟他一起去 勤務學員的時候 他突然不知道走到哪裡 之後選學員,他又不給我意見 我覺得他不太投入 或者還沒脫離以前做U.C.的生活 他是一隻職員馬 但也是一隻職員馬 在這裡看你怎麼駕馭他 善用的長處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就由他留住外位 看看他想怎樣 又不可以讓他亂來 收放自如就是最難的 是,Sir O.C.今天新一份人口失蹤的案子過來 人口失蹤而已 為什麼O.C.這麼重視我們CIV幫忙? 失蹤這個人叫陳國寬 外號大寬,是一個退役的CIV 真正的身分是O.C.的針 負責在外面幫我們收封 賣資料來賺錢 所以O.C.怕他出事? 這個案子,我一遍想告訴你 不是叫你追蹤的,你現在這是集中精力 來搞你的職員和訓練 是,Sir 懂得掛到這裡 總算我沒看錯人了 你究竟什麼水? 你到底什麼水就身? 阿肥,幹嘛帶外人去你的公司? 他就是我退役的新學員,楊立青 我認得你,屯門仔,中學五科都胖了 讀完藝進才進入警校 第一天上學就遲兩小時 之後大野戰的船還出術 剛才被警校隔離,我有沒有說錯? 你們究竟在搞什麼? 是不是極品? 你給我進來,搞得看著他 好,請看 細年,謝謝你 Ravie Sir,請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要提出一個 一個剛剛被警校駕駛的學員 我覺得很適合做CIP 態度惡劣,不守紀律,頂在尚師 這些叫做適合嗎? 大家的尺不一樣 龔Sir既然授權我們一起聘請 你有你選,我我選,補充大家 一個被警校駕駛的學員 已經不是一個正式的警察 他不可以參加我們的聘請 你相信我吧 楊立青是個很有潛質的臥底 這是什麼?規矩是死的,人是生的 我就暫時看不出他有什麼潛質 值得我們為他破壞規矩 長官,那你覺得你自己 可否憑一張這麼普通的傳單 找到上來我們CIP基地? 這一張傳單是那一刻 我特意留下來試它 你怎麼憑這張傳單找到這裡的? 簡單,打個電話去這間迷你倉 問問哪間傳單公司幫他們派的 再查上門,花點錢 問問他們曾經去過哪幾個地方派 你收到這張東西,你也馬上丟了 所以這張應該是即日派的 我對過那些日子 查出派傳單的地方 應該就在觀塘工廠區 老闆,有什麼幫到你? 觀塘工廠上找了CID 附近最近多了很多腦袋 想看外面的網絡鏡 有沒有拍下什麼 我只是想看外面的 接著我就躲在樓下等機會 誰知道真的讓我看見他 看不出你這樣嚴殘殘 想不到你推敲力和觀察力都挺強 雖然是想為了報仇想服我 但也算你有鐵而不捨的耐性和精神 老闆,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有潛質 做CIB的學員呢? 起來 起來 歡迎你加入CIB 那些所謂的規矩呢? 我會跟龔Sir說 申請回復的警員身分 慢著…什麼是CIB? CIB全名是《犯法法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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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行一些事實驗的報科 CIB是警隊三大王派部門之一 主要負責搜集有關刑事活動、黑幫寫團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的情報 並且進行分析和研究 以及根據搜集回來的情報 策劃打擊涉案集團的行動 CIB通常會聯同其它部門 例如O記、毒品調查科 反黑眾和雙罪科 一起進行執法行動 或者防止罪案發生 除了以上所說的工作 其他例如恐怖分子活動 或者綁架案件 也是CIP的目標任務 我們的工作分很多範疇 其中包括鑑挺跟蹤 招募善人、訓練臥底 情報分析和技術支援 以後會給你們機會盡快學習 你們以後上班不用穿警察制服 不用回警察總部 但是就要有心理準備 要隨時扮演不同的角色 是, 經過一系列的訓練課程 你們將會接受測試 合格的學員 將會成為我們CIP的成員 有問題想問 Madam, Sir 這次不是我自己選進來CIP 是我的上司調我進來的 我一點都不聰明, 又不懂得掩飾 我怕我只進不了CIP的工作 我不想接受訓練 我只想回長洲做個普通機器 你叫什麼名字? 蒙森林 你上司稱讚你工作勤奮, 謹慎細心 有揭而不捨的毅力 觀察力敏銳 是一個很有天分的警務人員 但是, Sir 不用說了 你的要求我們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不想做, 唯一的就是辭職 我對CIP工作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是不會做得好的 你有沒有興趣不要緊 最重要是CIP對你有興趣 Sir, 我… 現在會不會有人派了SIM卡 待會你們把手機還給你們 CIP的訓練會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方進行 你們收到電話指示之後 就在指定的地方會合 好, 明白嗎? 是, Sir 好, 今天到此為止 Barnie Sir會安排你們的鑰匙 以及帶你們參觀一下這裡的環境 押忍 大家跟我來 Madam… 我有點事想跟你商量 你幹嘛要搶人所難? 蒙心離不想加入CIP 你敢來就沒用 這個女孩子讓我處理吧 一天堅持要鑄守長洲的旅景 你不覺得奇怪嗎? 一般來說 我們狗仔叫自己目標做老闆 我們行動的時候 是不會叫自己真名, 是叫代號 好, 像我這樣, 我叫狗頭 剛才在畫面上的跟蹤技術 叫做Free Run 就是三隻狗仔在不同的位置 交叉跟蹤老闆 不用猜了 這些行動字眼有千個這麼多 我已經引好 一會派給大家, 你背熟它吧 這些字眼, 從普通人來說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樣子 但在我們狗仔隊來說 這些是行動的信號 所以絕對不可以錯 否則會影響成天人的安全 好, 大家看熟了之後 遲些我會教大家其他的跟蹤技術 謝謝, 金翔 雖然大家還沒真正學會跟蹤的技巧 不過既然一場來到 也想大家試試跟蹤的感覺 待會Laving Sir會假裝老闆 讓大家跟蹤 靜靜點, 我不會疼你們的 好, 大家現在去大丹拿通訊裝備 回來之後我和狗頭Sir會和大家分組 是, 先生… 拉通訊裝備, 我封辭職信 果然很有決心 不如玩這個跟蹤遊戲再說吧 我會輪職信 這段是在馬尚 運動時的信號 在山洋 達原來互聯繪 小姐 什么事 小姐 什么事 小姐 馮芯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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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这些鸣心灵真有本事 个个是跟, 他咬着不放 怪不得他之前的上司 你積極推薦吧,真的有點潛質 小姐,要點什麼? 二家咖啡,麻煩你 你跟得這麼好,還在那邊浪費 麻煩 不是我,是拉兵Sir那邊讓我跟著 不過無論如何,我已經決定辭職 我讓你跟到這裡 就是想單獨跟你談談這件事 我查過你的背景 沒有案底,沒有犯事紀錄 就連在學校都沒有記過的缺點 你也算是身家清白 不過我們查了一個人 不會只查那麼少的事 最後終於被我查到 你在沙田屋邨一起帶了幾個朋友 因為一宗綁架案,搞得要創架 你之所以想駐走長洲 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味道 例如是想擺脫以前的一些人物或事 如果真的這樣 應該就是跟你幾個好朋友 坐牢的事有關 不知道我推斷有沒有錯 你根本沒有資格查我的事 我用不同的途徑查過這宗綁架 根據警方當日的紀錄 曾經有人打過匿名電話 去警局那裡告密 就是因為有人告密 警方才破案,救到玉琛 抓到一個鹽巴 你會不會就是告密那天? 你什麼都猜到了,還用什麼再問? 幸好你當日認識懸崖勒馬 不然你也有份坐在一起 我之所以想一直留在長洲當公司 是因為我不想接觸以前的事 我前一班朋友不知道是我告密 就是如果我幸運就可以了 如果他知道我現在做了警察 就會更加麻煩 我就想從頭開始,我不想回頭 那你就更加要做CIP 做CIP才可以保持神絕 不可能,做了臥底 只要貼那些黑社會修理 還要貼那些人 洪森玲,你沒得選 因為我來選擇了 偷偷我有什麼好事? 為什麼不放過我? 你的辭職信我已經失去了 我不會做CIP 我已經決定辭職了 如果你不肯留下來 我不保證 可不可以繼續跟你保守這個秘密 你真的威脅我? 你說就是了 其實剛才你也在掙扎進不進來 最後你也有進來 即是證明你做事 貫徹始終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只要你繼續留在CIP接受訓練 將來一定會是一個出色的警務人員 我已經做了評分,你看看 還有,蒙森玲她已經收了一封辭職信 她決定留下來 你有什麼方法讓她留下來? 這個涉及私隱問題 沒有私隱主任批准,我不能說 Madam,我可以向你保證 蒙森玲將來一定是一個很出色的臥底 而且我留她在那裡,也是為她好 謝謝,你真的很偉大 沒什麼事,我先回家 我先回家 對不起 梁Sir,想不到你這次會跟上旗 回來見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今早起床就記得要來這裡 那你會不會考慮做一個墨跡測試? 不用了,根本對我沒有作用 那不如我們隨便聊聊天 你好像很累,不夠睡? 其實我這兩晚都睡得不好 不停地發惡夢 那個噩夢是說什麼? 我夢的房子不停滲水 我到處不停地藏、不停塞 但是沙極也有水滲出來 很快就浸了整間屋和我 Dr. Lee,你覺得我這個夢有什麼餘意? 我是幫人治療心理,解夢我不懂的 不過這樣,你可以嘗試自己去解讀一下這個夢 應該是我身邊有些事穿了 我切法去補救 但是能否補救還是未知之數? 梁老師,你的心情整天都大喜大樂 不如你找點興趣吧 既可以移情,又可以有些寄託 或者學習樂器,對你會有幫助 吹喇叭可以嗎? 情報分析說,大歡因為爛倒 所以欠落這間四喜財務公司很多錢 估計因為斬武裂街數,所以人間蒸發 我也覺得他的失蹤和這間財仔有關 九頭,找了幾位夥計 去盯緊這個四喜財務 看看有什麼可疑人物出入 盯緊資料回來 是,Sir 對了,龔Sir 你覺得這個大歡應該是兇多吉少 不過始終是自己的夥計 我們一定要找到那條絲 開發老大人 出局,你能找到我嗎? 我叫你去找找 我把你做了 拖牌 扶職人開燈,其他人留下余毀 準備身分證 身分證 皙繪,你身分證 先生,具相受,可以拿起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上了我告你襲警吧? 原來是阿Sir,難怪這樣吧 難怪什麼?難怪你查不到我的妝容? 我現在要搜你身 我懂法律,我有權要求去警署先搜 去警署這麼久,K仔豈不是很容易不見? 你剛才怎麼搜這包東西? 一個字,你的PTL廢話 你到底出了什麼估計? 斷正就斷正,要拉就快拉,沒浪費時間 是嗎?那未必要鎖你 只要你說出怎麼變酒包K的 我又覺得你厲害,用得著 或許都被一條山路去走 有沒有這麼順利? 我問你,是我的朋友? 我問你最好是一條山路嗎? 我去找你,你這麼說有什麼鬼? 我去找你,你找我來了 我去找你,我去找你 你找我找你找你找你找我 你找你找我找你找我找你找我找我 那你那些警察比猶豪猶豪猶豪 你和我去這間財仔 偷一份借貸人的名單出來 你沒事吧, Sir 你說呢? 偷東西斷一張財 更何況那些財仔比我黑,怎麼偷? 你不和我搞,我現在就把你帶回去 那就是沒得選 我只要財仔裡面的借貸名單 其他東西我不管 不過那些財仔樓下 有很多CIB在這裡盯著 你最好自己撿衣服 那敢問沙拉,Fing Sir 是中定間,黑定白? 總之你別管那麼多 只要給我偷一份名單出來就行了 拜託 拜託 Michael哥,你很聰明 你比我還要更適合 昨晚銷售貨的時候,撞腦袋沒有 那你老人家死了沒有? 是嗎? 昨晚的債 弄這貨 這貨繼續給我賣吧 Michael,這包入你的債 大哥,拿去 你有東西拿去嗎?好啊 好啊 滾餐家在這裡幹什麼? 自己找東西做吧 今晚再搞大龍鳳 那輛車,你遲了五分鐘 你遲了五分鐘 拉丁Sir還沒到 他可能躲在這裡盯著我們 會不會? 不過今天特別有感覺 什麼感覺? 無間道感覺 你說我們今天水尾堂了? 猜什麼?煮到賣物就吃了 人齊了 拉丁Sir,再見 開台 今天和你們上的是尋人課程 CIB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在茫茫人海裡 找到我們要找的目標 聽著,上去的這個人 中文名叫蘇星柏 英文名叫Michael 他有個花朵叫Bico 因為他右腳是B 所以走這條路上來就會跌跌跌跌 你們要做的 就是要替我刮這傢伙出來 刮到他之後 就跟他說拉丁問候你 問候員就可以走了 你們會去不同的地方 我已經寫在這個照片裡面 我會一直支援你們行動 如果有事,立刻打給我 明白嗎? 是,Sir 就這樣,再見 好,再見 美女,一個人這麼正確 有什麼我們可以幫你 我想找Bico買東西 Bico有的東西我也有 謝謝 請問你有否見過這個人? 他叫Bico 謝謝 請問你有否見過這個人? 他叫Bico 美女,你去花園嗎? 算便宜一點給你,來堂幾樓? 姓簡的,生了一個廳 對了,你們這裡是不是有個叫Bico 我哥跟他很熟 可不可以叫他出來打個九字給我? 好 美女,進來再說吧 對了,進去再說吧 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小子,你和我在這裡找什麼? 找人 你不是不知道這條街是誰看的吧 你們不要亂來,我是警察 警察,動他 站住… 別動 我 你說好像打算 我會不會不斷 幸好,阿彬Sir 我都躲在這兒子裡 有一個地方,怎麼會被你掛到? 誰是人,誰是鬼 我一眼就看得穿 那Lar Fing Sir,不如猜猜 我今天身上會否藏起小桿子 收拾帕,我起了你的底子 1983年7月28日出生 以前挺有錢,還貴做學校 但中六那年加渡中落 逼著出來走古華 本來也好好的 是你們的,誰知道瘋狂太老 被自己在同門大佬打斷了一腳 還冤枉坐牢,一坐就三秒 放牢之後 就做了一個最不回答對的古華仔 我沒說錯 我也沒有你站得那麼清楚 我也不想起你底,是你玩失蹤的 好吧,人家被你找到了 我對不起 我不會跟你偷那份冷鬼名單 我踩到你了,一包半包K仔 我隨時都找到回來,冤枉我 不如就報告你了 我說不定我口疏 把你偷那份名單 你以為我老頭信一個這麼沒的古華仔 還是信我 我昨晚已經找人踩過你打頂的地方 我說不定現在你大哥已經四周刮你 對,鬥下去一定是理想的 那就是沒什麼說錯了 不過Larving Sir這麼緊張的名單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有你的大名字 有沒有我的名字不重要 我只要了名單 好,逼得我這麼盡就做吧 不過不知道Larving Sir能付多少錢 打這堂法事 早安,Larving Sir 你們這麼早? 他們昨天有很慘痛的經歷 所以故意早點回來跟你分享 是否想要這些東西? 是 我有 如果你願意陪我們,請你索償 很急,我先去廁所 動他 Michael哥沒有交代落 說如果誰來就打伯父 不過,不過交代落不得誰來 就打獲金 你們這麼傻,我就打獲金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你給我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Larving,現在沒空聽你的電話 有什麼事留下來 快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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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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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停手,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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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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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哥, 在哪兒? 把我掛他出來 走 什麼事?幸好昨晚大家懂得收拾 不然我們通通都死了 那又沒那麼嚴重 我昨晚一點事都沒有 沒有, 還贏了一筆贏 幾位大哥, 有事慢慢說 不如這樣, 我養你們一人二十刀 我們再打一百元一刀 有興趣嗎? 這球真是不滑 這樣也沒有這球, 今天真幸運 小子, 我們今天不幸運 不是呀, 這麼小器, 難道你輸不起嗎? 你說什麼? 偉先生, 我幹什麼? 誰在報警這位是人家打架? 阿Sir, 打架就沒有了 打球就有, 我們是朋友 這位阿哥還輸了, 給我一頓茶 拿給我, 打架吧 幸好我聰明, 早就報警 不然也不能代代平安 我不會這麼毒食的, 請大家喝茶 上班的時候賭錢 你還好意思說 好 阿平Sir, 你昨晚丟下一群學員不來 電話又不接 你有否顧及他們的安全? 不用緊張, 他們現在誰有事? 他們不死就已經過關了 如果怕死就不要做臥底 做臥底就要負責自己人身安全 阿聯, 這次有一次實地的試練 如果這樣也熬不到 以後有什麼難關也不用與他們 CIB是一個團隊 不容許你自把自為 Madam, 做臥底要懂得變通和執術 我覺得我昨晚安排的訓練 一點也沒有錯 你是不滿意的, 就去拱石那裡打架我 阿平是做了什麼越界的事? 他昨晚完全沒有知會過我 私自帶一群學員出去上課 還扔下他們在三三五惡的地方 完全不給他們支援 令學員差點遇險 Lavin這樣妄顧學員的安全 對學員的士氣打擊很大 那他之後有什麼解釋? 他說他是故意試一群學員 還帶一條道理說 怕危險就不要做臥底 做到你臥底就要負責自己的安全 這些全部都是推擠責任的藉口 那這個學員有沒有事? 幸好他們聰明, 自己會濕生 也有驚無險 不過稍後我也會單獨跟他們談 希望不會影響他們訓練的情緒 你想我幹什麼? 我覺得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 不應該被Lavin查這群學員 那我無必要這樣做 那特別的人要用特別的方法 請問, 先生, 你是來打球 還是來找我選賬? 來找你道歉 來找你, 之後替你打分一盤球 今天在學員面前, 我的語氣的確是重了 我也想了一想 覺得所有事情都應該以學員為主 所以我今天特地找你道歉 以後我也希望我們兩個沒那麼多謠言 好好地合作, 好嗎? 沒問題 其實你的經驗比我豐富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說話都是對的 所以我也想做一個體諒下屬的上司 譬如投其所好 好, 不過做一個好的上司 包括要輸得起 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贏也別讓下屬那麼沒面子, 是嗎? 我們要去吃 大家喝一點點 要再喝一點點 來吃炭 我們去吃炭 拿一個至少 進來想吃臨 我喝一點點 嗎? 我們來看 天咪 我喝了 我們要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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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ffing? 到你了 Dr. Lee發了你的心理評估報告給我 他說你不是要學一些音樂調劑嗎 那讓我教你吧 怎麼了? 我學過小提琴,你有興趣嗎? 我考到八級,都可以教人,我選你吧 你說真的嗎? 我沒有樣子,我選什麼? 我沒什麼音樂天分,想浪費時間 作為你的上司,我覺得我有義務幫你 明天兩點,去這間琴行等我 這是一個訂單 我現在教你最基本的五個音 來,試試吧 來,認真一點 是這樣的嗎?頭不是躺在這裡 這樣吧,拿去 對了,夾著 寶貝 怎麼了? 手指放鬆 好,放鬆,放鬆,放鬆 對了,好了 慢慢…慢慢放開 把東西放在這邊,對了 怎麼了? 我還是不學了 根本又不適合我 我沒得救了 你怎麼這麼好恆心? 做臥底不是講求毅力嗎? 我沒學過打鼓,我就打得不好 但是你做臥底,什麼困難你都遇過 你都可以克服到 你沒理由這麼小的小提琴你也搞不定 再來 為了獎勵你,我就搞一首最近流行曲給你 開餐了,蕭子 今天帶了一些新的東西回來給你玩 沒見過,這個叫小提琴 你去高級餐廳吃飯的時候 就有人拿著小提琴走來問你 要不要再聽一首音樂,Sir? 你也要休息吧 今天吃飯有我和你拉小提琴半周 見是第一次不收你的錢 Fee of charge 你聽著 這一首是近期最流行的流行曲 我小明文媽媽,賣什麼給陳戚好友 謝謝…謝謝,謝謝 蕭子,你是不是這樣吧? 我學了一堂都拉到這樣的水準 我學了一堂都是演奏級的 你這樣也不給面子? 我自己拉,給你聽 對特別的人要用特別的方法 龔Sir,你的意思是… 剛收到一份報告 國內的公安已經拘捕羅釋的同黨 其中一個人說 拉拼收到的裝款是一百萬 但要根據他的報告 他上繳的裝款就是六十萬 差四十萬這麼多? 原來只是羅聖一個人的口供 我也會懷疑他懷恨在心 想砌拉拼的生主 但現在連同黨的口供都跟他一樣 這件事就不太簡單 所以御拱Sir,你懷疑拉拼私吞裝款? 至少我查清楚必要 這段時間你多留在拉拼的身邊 是,Sir 你會適當拉蕭提琴的吧? 是呀 我愛你 明知你记住了 对或错就不必记住 来去让我每步也走得 自然前面有一点空白 让我作主 天下最似我们 那七生死不怕习 任谁应该